来不灵上市了 我们是海虫 我们是海虫 正义的来不灵正义的来不灵 一定要把海虫杀杀杀杀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来跟您聊天了 咱们节目开头呢 先给各位放了一段 特别有年代感的老广告 来不灵 来不灵是四十多年以前 日本生产的这个农药杀杀剂 这牌子现在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啊 大概是1986年 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呢 已经把那种老的黑白电视机 换成了21寸的大彩电 每天晚上新闻联播播完了 播电视剧以前 用现在的话说黄金时间段 电视上就开始播这来不灵的广告 广告呢是动画的 有点美国西部片的那意思哈 开头是一大帮这个蔬菜水果 芹菜香菜 辣青椒 茄子扁豆嫩蒜苗 什么什么都有啊 正跟歌舞厅里边跳舞呢 咣当一声 撒害童 导致着跟小流氓似的 踹门进来了张嘴就开唱 我们是害虫 我们是害虫 这句词大伙现在都特别熟 我们是害虫 我们是害虫就这么唱 蔬菜水果看这仨小流氓 当场就怂了 就在这坑截上正面人物登场 这仨长得跟药瓶子似的 哥们啊 哗一下这个 把外头穿着黑西装一巴 有点超人变身的那么个意思 裤衩外穿 肩膀上配着一条背单吧 胸口上写着仨字 来福灵 然后也是张嘴开唱 正义的来福灵 正义的来福灵 一定要把害虫杀死 杀死 有点意思 来福灵这广告啊 头天晚上播出 转过天来就火了 有那么段时间啊 学生放学 走到大街上 唱的全是这广告 几个坏小子 有衣服不好好穿 场胸露怀 小黄帽也不好好戴 要么歪戴着 要么帽檐朝后 勾肩大背 满脸坏笑 是吧 正义的来福灵 这两句词不提 咱们单就说 害虫这两句啊 来回来去倒腾 起红架秧子 边走边唱 我们是害虫 我们是害虫 纯粹起红 小孩玩 淘气 那么说起这虫子 好多人小时候啊 可能都有个属于自己的虫子世界 这世界里边呢 害虫和异虫分的不是特别清楚 也用不着正义的来福灵啊 主要是看虫子能不能玩 好不好玩 越是好玩的虫子 在小孩的心里的地位 可能也就越高 人家北京来说吧 槐树种的特别多 不光糊涂大杂院里边种啊 大马路两边人形变道上 种的也都是槐树 每年夏天槐树呢 就长出一种大肉虫子 那应该算是害虫 专吃槐树药 身上比残稍微小一号 不黄不律那么个啥 学名呢叫国怀齿祸 老北京人管这种虫子叫吊死鬼 正名应该叫吊死鬼 北京人说话 您都知道 吞心吃字啊 给念走去了 就念成吊死鬼了 您注意啊 是吊死 不是吊死啊 吊死 为什么叫吊死鬼呢 这种虫子啊 平常都是跟槐树 呆着吃树叶 吃的一定时候的时候呢 这才从树上啊 下来 找那么个鸡脚嘎栏的地方 钻到土里边 变成蛹 变蛹之后多少天 这蛹变成扑龙蛾子 这飞到树上再甩子 甩的子 再变成肉虫子 再吃树叶 这么周而复食 您要没人管的话呀 能把这一棵大槐树上的叶子整个给您吃干净了 这吊死鬼跟蚕一样 嘴里能吐丝 当然它就是不会做茧啊 这种虫子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就跟蜘蛛侠差不多了 先得从嘴里边吐出了一根细丝 这细丝一头挂在树上 一头含在它嘴里头 然后越吐越长 打着标忧往地上出了 所以得了这么个俗名叫吊丝鬼 好多朋友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这么篇课文 叫呐喊自序 里边有这么段话 夏夜 蚊子多了 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 从蜜叶缝里看那一点点的青天 晚出的槐残又美美冰冷的落在头镜上 这段话讲的是 1915年鲁迅先生来北京上班 住在宣武区 那老宣武区了啊 菜市口路口这个西南角南本街胡同 绍兴会馆 绍兴会馆的院子里面呢 有棵大槐树 夏天呢 上头长得全是吊丝鬼 鲁迅先生跟绍兴会馆住着的时候 正赶上夏天 先屋里边热 闹蚊子 待不住人呢 所以每天晚上吃完饭 喜欢搬上把椅子 往院里的大槐树底一坐 摇着蒲扇 过过风 他凉快凉快呀 刚觉得凉快点 深人的汗也往下落了点了 没想到 呱呆一声 后包梗子上猛的一凉 浑身一机灵 赶紧树上 下了这么一吊丝鬼 深人的汗 算彻底落下去了 鲁迅先生少行人 怀残可能是南方 对这吊丝鬼的能够叫法 老北京人都管这种虫子 叫吊丝鬼吗 最近这些年 大概是杀虫剂越来越管用 夏天想看见这种虫子 还不得容易了 三四十年以前 那不一样 直到九十年代初 每年只要过了五月份 您就看去吧 但凡有槐树的地方 树上 滴里嘟嘟 挂的全是他 小风一吹 呼 随风飘荡 尤其二环一礼 大马路两边 人行便当 种的都是槐树 到了闹虫子的季节 甭管您骑车还是走道 前后左右脚底下 外在脑瓜顶上 全是虫子 怎么躲 您也躲不开 感人特别密的地方啊 只能拿手扒拉着往前走 就跟进门的时候 掀那帘子感觉差不多 老百姓有句俗话啊 说这人是属黄花鱼的 没事溜边 您听侯保林大师那经典段子 婚姻与迷信 里边不是就这么说吗 两口子结婚 别的未婚男青年 想进洞房观摩观摩 洞房门口有个老太太负责站岗 特定属性的不让进 那年赶上猪狗牛三种属性 不让进 有个属狗的男青年 糊弄老太太说 大妈没事 我属黄花鱼的 老太太挺嗝 听说这哥们属黄花鱼的 来这么一句 哦属黄花鱼的呀 没事进去吧 溜边呆着啊 黄花鱼 属黄花鱼的溜边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他俩我进去 瞧一瞧 你属什么的 我属黄花鱼的 你先进去在边上呆着 干嘛边上呢 黄花鱼溜边呢 咬就出现了 这是老北京话 吊丝馆这脾气呢 跟黄花鱼差不多 也爱溜边 哪怕说从槐树上下来 直接落在土地上 也不是当时就往土里钻 必须先得往这个马路两边爬 找那种墙基角 有砖缝的地方 然后才钻下去 变成涌 所以那时候每年夏天 马路牙子上 在就是大街两边院墙的墙根底下 哎呀 密密麻麻 爬到一层 全都是这种虫子 有的运气稍微差点 汽车自行车压过去 再不就是人没留神踩上去 当场就能变成一滩绿水 养鸡的人家 这个季节 就可以让小孩拿着个棺头瓶 出去捡着去 这个捎的手一边玩 一边给家里边鸡弄点饲料 吊子管钻到土里变成蛹 蛹有个专门的名叫金刚 金刚长得跟蚕蛹差不多 外头那层皮是黑的 除了尾巴尖 全身都不能动 小孩把这玩意从土里挖出来 大头朝下 拿手里头 哎 就可以玩 怎么玩呢 算命玩 玩法就是 几个人围成一圈 其中一个小孩 手上拿着个金刚 故意让他那个尾巴尖来回扭 尾巴尖最后 指到谁了 谁的运气就好 有朋友就问了 这一条破虫子 咳不饿心 这有什么可玩的 这事您得这么想 小孩的思维方式跟大人不一样 好多东西大人觉得好玩 小孩他也未见得觉得有意思 反过来说 小孩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到了大人那 您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劲 这种虫子跟别的虫子 最不一样的地方啊 就是走道的时候 虫子的范儿 特别足 这怎么叫 虫子的范儿特别足呢 有空 您要见的这种虫子 您注意观察一下 您就拿养鸟 那个都离不开的那种虫子 叫面包虫来说吧 面包虫在地爬的时候 永远都是匍匐前进 小腿紧刀 爬的挺快 身上没有什么起伏 吊丝管不一样啊 爬起来 稳稳当当的 特别慢 爬的时候呢 只有一头一尾 朝地 身的中间 必须得往上拱那么一下 意思就跟 平常您要量量什么东西 宽窄 没尺子 光用手一眨一眨那么凉 手上的动作差不多 好多小孩夏天闲的没事干 就可以跟地上随便捡一根别人吃剩 什么羊串签子 什么糖葫芦签子 冰锅棍 反正脏子脏都无所谓啊 然后蹲在家门口 搭槐树底下 手里竖着 拿着这根签子 弄个吊丝管 这个放在最底下 看着他一拱一拱的往这签子上面爬 等虫子爬到这签子最底上 没路可走了 掉头了 就把签子也掉个头 让他接茬再往上爬 来来回回这么折腾啊 小孩能跟这个大槐树底下蹲人半天 可能有会武术的练家子 武术里边呢 有一套算是比较大路货的这么个拳法吧 叫行一拳 哪位要是会练 肯定知道这么句口诀 叫做起如挑担 行如槐虫 什么叫行如槐虫呢 指的就是练行一拳的时候 有套特殊的脚法 叫汤布 走起来身子一拱一拱的 有点像吊丝管跟地上爬的那么个意思 民间传说这个行一拳 最早是南宋名将岳飞琢磨出来的 真要是那样的话啊 我觉得岳飞小时候没准也挺喜欢蹲的地下 他们家大槐树底下挖着金刚 或者看吊子鬼来回爬 我是这么瞎猜啊 胡说八道 1992年央视播了这么一个真人的儿童剧 用现在的话说呢 叫大花房的故事 戏里边的角色全都是小孩喜欢的各种虫子 像什么蛆蛆 寄鸟 蝴蝶 蜻蜓 就这类东西 演蜻蜓的那个小姑娘 后来还成了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具体是哪位 您可以上网查查去啊 老北京人管蜻蜓啊 叫马冷 就蚂蚁的这个马 蟑螂的狼 这说法到底怎么来的 我也没给您考证出来 哪位朋友要知道 欢迎您留言 咱们大家普及一下 一百多年以前呢 蜻蜓 在北京还有个俗称 叫老琉璃 这说法挺好理解 紫禁城 房顶上铺的那琉璃瓦 您都见过吧 蜻蜓身上那层硬壳 色以黄色为主 太阳底一照 能闪闪发光 看着就跟琉璃瓦一样 所以叫老琉璃 直到九十年代末 蜻蜓这俩字在北京 都是特指那种最常见的小蜻蜓 个头不大不小 身上以黑黄两色为主 翅膀跟的地方稍微能见点红色 除了这种最大路货的蜻蜓啊 以前还有一种这个特殊的蜻蜓 眼下好像不太容易见了 比如说有一种全红的蜻蜓 浑身上下 从头到脚全是红的 火烫红 北京小孩管这种蜻蜓呢 叫小辣椒 也有叫红辣椒的啊 南方呢可能就叫红蜻蜓 1990年小虎队最火的时候 有首歌 不是就叫红蜻蜓吗 是吧 蜻蜓呢不光是全红的有啊 还有一种就全灰的 外号就叫小灰 我印象里边红辣椒和小灰 只有石刹海 玉圆潭 啊 这些有水的地方才能看得见 人家平常就跟水面飞 飞累了呢 就在河叶上趴着啊 让你看得见逮不着 这就活气人玩 小孩平常真正能逮着当玩意的蜻蜓 就是那种最大路货的蜻蜓 这种蜻蜓呢 平常老爱跟这个居民区附近飞 吃点蚊子呀什么的 飞累了就落在树尖上休息休息 小孩得蜻蜓都是晚上 吃完了饭 看完动画片 扛着根鱼竿出来了 鱼竿上的挑着块湿面团 拿着湿面团 沾蜻蜓 去年夏天咱们聊过一回寄鸟啊 沾蜻蜓的这技术呢 跟沾蜻蜓其实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这个寄鸟的劲啊 比蜻蜓大 身上的壳硬 还光不出溜达 所以沾蜻鸟呢 必须得用那个自行车内带 熬的那个胶啊 破气球熬的胶 那都成 这种胶呢 粘性大 粘的时候最好是粘的 蜻鸟的翅膀上 喂的是那个 不容易跑 不容易挣脱 蜻蜓不一样 蜻蜓劲小 身上也软 有吃面团就行了 看准蜻蜓跟什么地方落着 鱼竿 敲目声的身上的一蘸 十有八九跑不了 就粘的时候 您得留身 这湿面团啊 最好是粘在这个蜻蜓翅膀的中间 相当于人的后背 那地方 这地方壳硬 过后把蜻蜓这个身上 这面团往下摘的时候 蜻蜓身上能干干净净的 不容易挂住 这湿面 要是您粘在翅膀上 麻烦了 湿面怎么也弄不干净 蜻蜓想飞都飞不了 用古玩行的那话讲 就算有了瑕疵了 不好玩了 对蜻蜓还有这么个路数 就是拿超网超 这概率比较低 还特别考验技术 超蜻蜓最好是赶在头下雨之前 为什么非得这时候 下雨以前人都知道 空气湿度大 蜻蜓全都飞不高 越是空场的地方 飞得越低 超蜻蜓概率就越大 有的小孩家里边没有超网 临时拿个扫把就能扣蜻蜓 扣蜻蜓不能拿咱们家平常用的那种 高了苗编的那种扫子 那不成 那么这话 您直接就把蜻蜓给拍死了 必须用那个清洁工扫大街 工友扫学校操场那种 大竹苗编的扫把 小孩劲小 一只手拿不住那种大扫子 多数都是两只手 拼命举着 哈家累得呼噬带喘 看准蜻蜓飞得跟前 往一家又拍下去 这竹扫子空隙大 正好能把蜻蜓扣到底下 那原理跟超网差不多 我小时候有两种蜻蜓啊 就跟江湖传说那个 宝的那个兵刃 武功秘笈 跟那差不多 那叫什么 可遇不可求 可以说每个小孩 尤其是小男孩的梦想 什么蜻蜓呢 就叫老刚和老子 这一说就想起小时候来了啊 老刚和老子其实是一种蜻蜓 这学名呢 叫碧尾蜓 身上比普通蜻蜓啊 个里大好几号 一个顶人家仨啊 属于蜻蜓里边的战斗机 老子呢 是母的 全身都是绿的啊 老刚呢 就是弓的 最明显的标志 就是挨着翅膀那块肚子底下 多一点蓝色 普通蜻蜓啊 可以用个湿面团就粘了 拿超网扣 要是想对这老刚和老子 那就凭运气了 多数都得等着刚下完雨 不能耽搁啊 马上就得汤上水出去 为什么非得等着下完了雨呢 刚下完雨那会儿 蜻蜓身上有水 飞不动 只能跟矮树绒绕着亮翅膀 必须得等太阳出来 翅膀晒干了 才能飞得起来 这个时间段得蜻蜓 不用湿面 也不用超网 直接下手捏就行 饶着这么着啊 我活了多半辈子 也只逮着过一回这老刚 还看见别人逮着过一回老子 您就说吧 这种蜻蜓要见 要想逮着有多难 普通蜻蜓逮回家呢 多数都是跟屋里头一撒 让他们接茬在屋里逮蚊子 蜻蜓飞累了呢 就跟纱窗一趴着 第二天早上 小孩把这窗户打开 就算放生了 要逮着老刚和老子 那就不能一个人跟家闷得咪了 那得牵出去溜溜 跟周围街面邻居小孩 显培显培 狗啊 好多朋友都溜过 溜狗嘛 溜蜻蜓跟溜狗意思差不多 就是找个家里边缝衣服那线 大概留个一米多长 一头系个活扣 拴在蜻蜓尾巴上 一头攥在自个手里 蜻蜓呢 在脑壳顶上飞 小孩跟下头牵着 这么着往大街一走 嘿 我跟您说吧 当时那心情绝对比现在 您牵着一个名种的狗 牵着就溜去 比这拉风 北京小孩有这么首童谣啊 有点刘三姐对歌那意思 必须得俩人唱 一问一答 问他这个人呢 先拍一首唱 什么从空中飞 什么从树上叫 什么从路边爬 什么从草里跳 问他这人唱完了 答的那个人 马上也得拍着手跟上唱 蜻蜓空中飞 知了树上叫 蚂蚁路边爬 蚂蚱草里跳 要说起来好多人这辈子啊 最早的宠物 或者说是最早的动物朋友 可能都是蚂蚁 不光中国人这样 可能老外也这样 圣经里边就有这么句话吗 说是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可以得到智慧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特别文言的说法 叫顽童冠蚁 什么叫顽童冠蚁呢 这人家蚂蚁老老实实跟地上爬 没招谁没惹谁 有的小孩就觉得新鲜 这么个小蚂蚁洞 怎么就住着那么多蚂蚁 干脆我给他来个水烟气军 这是以前小孩爱干的淘气的事 现在大伙关键不一样了 是吧 得爱护小动物 您家里要是有条件 也可以跟家里孩子养一窝蚂蚁 干净不占地 平时是个乐 还能得着不少知识 养蚂蚁 您让我养哪 眼下花鸟鱼虫市场 正经真叫有卖那宠物蚂蚁的 还专门有这种玻璃的蚂蚁窝 透明的 跟鱼缸的意思差不多 蚂蚁每天跟里边干什么 您从外部都能看得见 有意思极了 中国古代还有这么说法 叫蚁富之兵 大概意思就是形容打仗的时候 一大帮兵抱着团 像蚂蚁似的往前冲 比如三国志讲的 孙权他爸爸孙坚 讲到这孙坚的时候 就说这哥们特别猛 猛的别的将军打仗 都跟后头站着 就喊兄弟们给我杀 孙坚呢 他不行 不怕死 打仗喜欢带头打冲锋 上了战场比谁跑的都快 手底那小兵都是成群结队 跟着他屁股后头 三国志里边原文 咱们说的 坚身当一面 登城先入 众乃以赴 随大破之 北京大兴啊 离我马场不远的地方 有这么个南原机场 南原机场西北角有座 蚂蚁坟 老北京有个说法 每年清明节 成千上万的蚂蚁 都要爬到这地方来 聚在一块 那落得跟小山似的 足有那么几丈高 那每年清明 蚂蚁为什么非愿意在南原这地方扎堆呢 民间传说啊 说挺老早以前 南原这地方打了场恶仗 那死的人海了去了 天长日久 那些阵亡将士的中魂就变成了蚂蚁 每年清明 这些将士的中魂都要聚在一块 叙叙旧 聊聊以前打仗时候的事 三百多年以前 有个叫吴伟业的诗人 就是写这个 中官一怒为红颜的那位 路过南海子 从当地老百姓嘴里知道了这传说 写了首诗 诗里边有这么两句话 叫野火风吹蚂蚁坟 枯杨月落蛤蟆水 1998年中国香港拍了部电影 叫风云雄霸天下 里边有首插曲 叫做虫儿飞 最早是正一剑唱的 后来又有不少歌星翻唱 这首歌的开头是这么个词 黑黑的天空低垂 亮亮的繁星相随 虫儿飞 虫儿飞 你在思念谁 现在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这世界变化快 原先的好多东西都没有了 要我说呢 这世界上的好多东西 几百年上千年以来 可能从来就没变过 比如咱们小时候不知道多少回 抬头仰望过的星空 还有那些年陪伴过咱们童年 让咱们变着番折腾过的虫子朋友们 真正变了的 可能只是咱们看待他们的眼光和心情 得嘞 你想这 聊虫子聊半天 这不是没影的事吗 这就是想的哪说的哪 得嘞 今儿这时候差不多了 咱们改天再聊 只怕心碎 无关累不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